上次玩完第四回以後 我重新 檢視了一下收藏 收藏的部分 成就我們就不看了 收藏的部分有 還蠻細心的這個遊戲 初中遊戲就是這樣 它有一些人物的相關背景 也就是說收藏這個地方 等同於故事的設定 我們先可以看一下 我們先前玩的一些東西 一些人物跟劇情 他這邊就有檢視那些人物 他相關的設定在這邊 比如說國娃妻子 對不對 不是為何帶一隻耳環 他睡眠不太好老行 然後這個人 他沒有 在劇情裡面沒有顯示他的名字 然後收藏裡面 其實設定裡面顯示他就憨憨 做的事也是憨憨的 然後他是安琪手下 因為喝不良檢的髒水 所以腦袋出問題 這種設定也寫得出來 安琪既然讓他可憐 所以讓他加入治安團 然後被安琪保護 派來保護杜巡 但是死腦筋 真的是憨憨 國華 不良檢副帥 城市達官貴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被貶到不良檢 然後靠以前的人脈 做一些 勾黨皆私的買賣 然後他想要回洛陽 所以他在拼命的打點關係 然後漢聯訪有書建往來 下面有問號 也就是說他的劇情還沒跑完 文整是 墮陽人 屬於公布維修的維修工 然後漢國華夫人優然 不良帥 不良檢的魁手 他下面問號 12345 有5個 他的劇情還有5個沒有跑到 不良帥 趙青蟬 原來他還有名字 不良帥 就只是不良帥三個字而已 結果 他反而沒有名字 張忠耀 張忠耀是誰啊 張忠耀可能是一個達官貴人 然後他被扁到不良景 他的老婆 兩個老婆也跟著來不良景 然後這個蠢的 很蠢的二夫人叫劉芳芳 阿這個怎麼不用 這怎麼不用劇情演出來 反而是寫在設定裡面呢 隨父親貶之不良景呢 然後父親帶安息逃離不良景 對阿 我可以理解 因為他是全動態 全動態影像互動 他是用拍了拍出來的 而不是 那個單純用過場化設計的 所以 如果你在拍這些的話 會有成本上的問題 但是沒人叫你全部都用拍了拍出來 你用文字劇情 在證據裡面帶過去給 給玩家看也可以 我還要特地跑到收藏這個地方來 看一下你們遊戲裡面的射電器 我們才知道 為什麼安息跟杜巡兩個會是死檔 就是因為他救 杜巡跟小玲救過安息 然後幫他安葬他父親的屍體 所以才成為朋友 然後後續超多問號 劇情都沒有跑完 然後小玲 他跟杜巡一樣都是不良景的孤兒 然後年輕的時候有跟大師學過武功 這是背景設定啦 劇情裡面都沒有寫的 但是他有表現出來 他小玲是還蠻能打的 然後道具的部分 這就是騙人那個什麼 屍體嘴巴含著的那個玉 球龍棍 會口水 外表是棍 然後內裡卻可以拔出龍泉寶劍 我就覺得合理阿 他說什麼棍 但是實際上那個棍裡面也有 裝飾成那個劍效模樣的那種 棍生劍效對不對 這武俠小說裡面還蠻常見的 不是說沒有 藏魚棍中的那個寶劍 蛙蛾房宮的鐵鏟 真的假的 看起來破破爛爛的 那種狀狀 弓形 施拿牽弓形用的刀具 啊不就割小鳥的 這其實是一個破爛奇甲娜 撿來的 他珍寶格裡面寶貝名符石 所以都在吹牛 賣的全都是輸 這段還不錯嘛 教我們那個歷史 怎麼辨別那個預期 虎餅 哇看著看著我肚子就餓了 原來我們要去 煤花繡劍 這東西真的有這種機關嗎 其實這種機關很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是預熱才會 才會噴出毒 才會噴出毒出來 但是你要想喔 你到牧者進去的時候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機會拿火去點這個東西吧 因為你用火去點他 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把一個珍貴的那個古董名氣給燒壞了嘛 所以沒有人會那麼笨啦 但是他的暗器卻是要 預熱才觸發 這我是覺得做這種暗器有點傻 你好歹是碰他的底座碰他的屁股 然後挖 那什麼殘滋嘴就射出毒箭或者是噴出毒物之類的 我覺得還比較合理 怎麼會是預熱以後才噴出 才噴出毒煙呢 真的有難處金束這種書嗎 字太小了我看不出來他裡面寫什麼 字太小了 近日不良帥 什麼 暴斃 暴斃室友 有求什麼城孔 姿太小我看不清楚 反正就是請聯訪派人過來協助他吧 好 八卦不守不變評論 問號問號 成就不用看了 成就是就我的事了 來跑個第五回吧 第五回就是九十塊的最終回 哦三個副帥就這樣和好如出了 三個副帥就這樣和好如出了 對 斷 没想到就换帅这点事 三个人竟争了一宿 早知道 还不如让他们打一架 来个同行 但最最过分的是 我们凹耕守夜 通宵达旦地等了一宿 最后真知的结果竟然是 动起来 动起来 我们最后的结果是 有不了事 阴者 积城大帅一步 那谁拿帅运呢 这么草率 找不良帅运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安琪 你可是跟我说 有古董财宝 我才来的 那谁让你非得回家吃饭啊 那我不是得 吃饱了才能有力气找吗 再说了 这俩老头 这手给他们快的 你看这不良帅府让他们给翻的 比我家还乱呢 大帅有一处私宅 除大帅外只有我知道 这就是我先前所讲的啊 不先去找帅运 然后就去打架 搞得那个剧情这么 我就不费这么大劲找了 这么无厘头 这段应该摆在先前那一段先嘛 对不对 看来这每个人 先听我讲 他应该把这段先挪到第四回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要私处有名嘛 他们三个人 先见到自己的头目死 然后头目死了怎么样 他们一定知道 持有头目印记的那个人 才会成为下一任头目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三个人一定先 想方设法先去找那个头目的印记 就是大帅印 然后三个人一定 大帅一定只有其中一个人 可以掌握大帅印 那比如说 安琪 拿到了那个大帅印 那另外两个人打他才私出有名啊 你他妈拿了大帅印 你就是想要做下一任的大帅印 那我们就先把你打过 把大帅印抢过来 是不是 就是 就他剧情反着演 他是先 打一个私出无名的架 我上一回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我就觉得那剧情跑起来不太合逻辑 打一个私出无名的架 然后为了这个架 然后杜巡跟小林冒着生命危险 潜入他们两个家里的服务宅底 找那个什么 找他们的那个漏洞线索 找他们的弱点 啊找 冒生命危险 然后还有可能 被那个什么被国华跟文整的手下 或者是被他们的机关弄死 冒这么大的风险 就弄一弄 雷声大雨点小 最后收了一个 收了一个很奇葩的尾 然后 然后第五回一开头就看到他们三个人在那边打打闹闹 闹到最后决定还是先找出那个不良率印 不是 这不是本末导致吗 原本的故事在写是这么无厘头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会是 这么颠山倒式的把剧情倒过来演 不先去找那个不良率印 而是先 打一个莫名其妙的架 剧情这样子演就这样子演我也没关系 都有点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就小人之心吧 一会你就明白了 走 这段也不先演 安琪是早就知道这个不良率的那个什么密室 怎么他怎么没有先握着那个什么 先握着那个大帅的那个印记 那将他们 一整晚的那个吵架就可以免了 那安琪就可以先把那个大帅印记拿出来 我不知道 看先看剧情怎么演 我再来看看你有没有 有没有可以吐槽的地方 不良井水渠的设计地图 不良率在这里修水渠做什么 朝廷会如此大方有闲钱给不良井 西地 这个盒子看起来不简单 里面好像藏了一些玄机 四月梦令 四月梦令 水晶 为何都是些浓耕水利方面的书籍 此类杂学不良帅堵起来作甚啊 四月梦令 水晶 这些傻小的往那一挡 后面什么我都看不见 都是一些无关情要的线索 大帅在这些地方做过标记 不良井最难的便是喝一口干净的水 大帅生前半年多 都在修建通明水渠 可惜全都是泥牛入海 杳无音信 大帅只能自己花钱喽 这些标记 都是曾经修建水渠的地方 你怎么这么书籍啊 每一处都是我亲自陪大帅去的 渔服 大帅在洛阳当过官吗 大帅在洛阳时 曾在大理寺围观 他有一个同袍好友 叫玉琪翁 两人一起破过很多大案 可后来 在一起涉及先帝的案子中出了差池 背脊贬之不良井 这渔服便是围观时的印记 可后来 两人好像生了隔阂 每当问大帅此事 他都窥谈白手 别不谈 可以肯定这个密室里面 没有什么不良率音 所以 安琪需要杜寻进密室 帮他找那个 那个大帅长率音的线索 那这段我就觉得还可以 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地方 应该不会 大帅看这些书 是因为他曾经只是五官 根本不懂水利 大帅年事已告 这个岁数还在学习 确实是难为他了 什么东西啊 我要抽出来 你要干嘛 这个书柜被改造过 挪开就好了吗 还要我动手挪 当铺 当票 修建水渠的钱 没有办法来自朝廷 大帅不愿搜刮百姓 只能自掏腰包 大帅不会把 帅印也给当了吧 依我对大帅的了解 并非没有可能 这家当铺的老板我知道 那可不是擅长 看来啊 又是一场恶仗 修农根修水利 修到自己破产 然后又不能娱露百姓 这么好多关去哪里找 台湾现在有这种关吗 我看没有 这该不会是玉器翁吧 老先生 敢闻不良帅的帅印 是否当给您了 这段有点奇怪 按你来说 持单票的人 应该是 名列细项 那单票应该要是写 某年某月 来档铺的人 他拿了什么东西 一项一项一项的点档 然后档了多少钱 他上面应该要有物品的细项 年月日 物品的细项 以及档的金额 怎么会档票上面 有没有不良帅印都不知道 然后拿着一张档票过来 问他说 上面是不是有不良帅印 如果是档铺老板 我会跟他讲说 你是不会看档票 是不是 上面档了什么东西 档了多少钱 就自己看上面的东西 你要赎回 你就拿 档票上面的钱来赎 怎么会是 这段真的 真的很奇怪 怎么会是你拿了 一张 真的是档票吗 我很怀疑 那这一张不知道是哪一家 档铺的档票 然后过来 诶 你们是不是 档了我们的不良帅印 这超奇怪的 那人家那个档铺老板 难道不会问 你档了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你真的是 在我们这家档铺档的吗 你会不会是拿 拿错别家档铺的档票 然后过来我这边 来问我这个奇怪的问题 是不是 没有 二位回去吧 那我们 想赎回这上面的东西 档票上面有东西 但是没有不良帅印 都在这儿了 有名字 没有档铺的那个 没有档铺的名字 他应该也要盖一个档铺的印记 证明这张票是他们档铺的吧 没有写来这边点档的人是谁 没有签名例句啊 那怎么那这个档那这张档票怎么成真 这样子不是随便一个人拿白纸 然后写一个档 画个红圈 写上那个字就代表那是他的东西吗 好啦不要计较档票的问题了 和帅府的竹台十分相像 若是大帅把所有的竹台都当掉 恐怕也就不会命丧缠除了 对啊这边我就讲到很奇怪 那个大帅是可以 是可以把那个什么 是可以把自己的一切拿出来点档 然后把他所得的钱 还于下面那个 还于下面百姓的那个 好官啊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他为什么死报的那个什么 别人遗物的那个残除不放 那个是 那是盗墓盗来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是盗墓盗来还是什么得来的 他可以把那个四位宝贝 啊 然后周边的身家通通给点档进去啊 章鱼就算饿了也会吃自己的触手吗 你都你都你都已经没钱可以生活了或者是没钱可以 进行你的工作了 那那个残除不是更应该先拿出来盗吗 还是他想说不到最后一步那只残除先不要盗 然后有这种想法就害死自己 啊对啊也是有可能 那这一点 我是觉得有 不算不合理啦只是 有点有点让我有点纳闷而已也不算不合理的 他讲得通就好了 入制首饰盒 在不良景富人家才会有 但在洛阳大概比比结识吧 普通家用的香炉制作不怎么精良 这个汉寿面纹双耳翠玉瓶一看就是个雁瓶 是洛阳以南的南洋独山玉制成的 只值二十钱 这盒子真的有价值吗 我好怀疑 我来看看 这玉瓶被盗了六百钱 这玛瑙杯盗了三百八 这香炉被盗了十钱 这破额子还比他们贵 傻眼猫咪 这个蝉丝玛瑙制成的杯子 是先帝受诞时 统一制作赐给全朝六瓶以上官员的 大概值四百钱 一二三四五 六个线索都找到了 你没有大帅印呢 他明显是在说谎 该怎么戳穿的呢 老板 这香炉一看就是个宝贝 为何只值这点钱 无知如子才把这些货品当作宝贝 要不是你们大帅苦苦哀求于我 这些谢物我都懒得烧啊 看来老板并没有交出帅印的意思啊 怎么炸他一下呢 他明显是在说谎 该怎么戳穿的呢 该怎么戳穿的呢 要不是你们大帅 他明显是在说谎 老板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 三百八 那当然 鲜黄兽蛋玉刺洛阳城六瓶以上官员的宝贝 不良景的臭小子 能看出什么 不错 这边有一段新剧情 看来老板并没有 他明显是在说谎 该怎么戳穿的呢 这几格都顶过了吧 老板 这首饰盒一看就是个宝贝 为何只是这点强 无知如此 才把这些货品当作宝贝 要不是你把大帅苦苦哀求于我 这些谢物 我都懒得是 看来 他明显是在说 不晃 该怎么戳穿的呢 老板 这荡票上玉瓶六百钱 可据我所知 这独山玉的宴品 最多值二十钱 您可是公认的行家呀 大帅用二十钱的东西 在您这儿荡了六百钱 不太合适吧 我看 这是您 送给了大帅六百钱吧 这段也是新剧情 佛珠转得快 老板并没有交出摔印的意思啊 怎么炸他一下呢 老板 我也有一家古董铺子 不过我年幼无知啊 前几日 就因为一件假货 差点让一个老娘们 把我铺子给拆了呀 所以 我得提醒您 如今 你的店里 也是真假参半 那 蒙一蒙外行人也就算了 万一遇到董行的人 我真是怕您 重蹈了我的副职门 老兄 我在江湖上昏迹多年 还用不着你们两个小猫孩子来教育我 他应该是不安的时候 就会转那个说珠 这老家伙真是有眼不尽 到底什么才能破出他的心房呢 他明显是在说谎 是无功心 老板 看来老板 本来啊 三位不良副帅已经约定好 谁先拿到不良帅印 谁就当大帅 可是 也不知道是谁 藏起了这帅印 不肯拿出来 如果有一日 不良景要是生灵涂炭了 那这个人 可真是造了大孽了呀 这老家伙真是有眼不尽 到底什么才能破出他的心房呢 这段剧情也是无关情调 老板 昨日不良景发生了大事 就是他 让他的手下来通知您避难哪 身为不良帅 本就应该保护好百姓 让百姓有更好的生活 大帅 也是一直这么教我们的 五等 势必依此功行 老朽不需要别人 至于你们大帅的医院 我更是毫不在乎 您可不是毫不在乎吧 若不是您想帮助大帅修水渠 您怎会用六百钱 收下大帅的帅印呢 胡说 我什么时候 说帅印在我这儿了 老板 您别装了 这瓶子只是幌子 六百钱真正收下的 就是大帅的帅印吧 你们两个黄口小儿 我不跟你们了了 你们两个给我滚 滚 起吧 老板 看来老板 老板 我也有 老板 我们都知道 经商就是要寄居于权力之下的 现在机会来了 这安琪是我铁哥们儿 只要你把帅印交给他 让他当上了大帅 那你的铺子就变成了 大帅钦点的铺子 日后妖缠万贯 那可就 至日可待了 哼 老朽当年在洛阳城 就不是屈烟覆尸之徒 如今流落到不良景 也绝不会行着叛龙覆封之事 你又失败 大帅死了 老朽本来就火大 哪来你们两个黄口小儿 还来烦我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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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我告诉你 就不该跟这老头奖礼 就直接派几个人 过去把店砸了 把帅印抢走 不可 这么做 跟国华和文哲有什么区别啊 他怎么走到图中就被人家暗杀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干这边超招 太超展开了吧 老板 这盪票 老板 我也 咳咳咳 他们以为 他们那两个人以为 他们两个已经拿到不良帅印 所以出去暗杀他们 想要夺帅印 是不是 老板 正所谓 全怕受壮 这人 都有老的一天 等将来 国华和文哲他们老了 那不良警 还得是安琪她说了算 您现在就把帅印交给她 您的未来 就有保障了 太可笑了 啊 你们年轻人 是如此的幼稚 好啊 我就等到我死的那一天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给我抛粉绝目 挫骨扬灰 老先生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哼 打算死了 老小本来就火大 哪来你们两个花口 这段不太合理 有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就是 安琪明明知道他们两个 另外两个 国华跟文哲 心怀不轨 对不对 另有图谋 那出出入入就只带着杜巡 一个 他的手下也不带 对了有可能是一丝松懈 然后就被人家暗杀成功 也有可能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死法实在是太瞎了 明明知道自己的处境 然后一点防备都没有 唉 这个坏结局不太能接受 反正这边注定要走好结局的 赶快过一过吧 阿怎么又是坏结局阿 老板 看来老板 老板 我 老板 昨日 啊 玉瓶是对的 老板 看来老 然后不良景要玩是对的 安琪优典这边也是对的 老板 这样才会成功 你们两个黄口小儿 我不跟你们聊了 你们两个给我滚 滚 请吧 他要渔腐 老先生 他是玉器翁 您便是大帅 在洛阳时的同袍 玉器翁吧 您腰间的渔腐 大帅也有类似的一枚 实不相瞒 大帅向我提起过您 那小子 他怎么说我呀 他叹息 您不愿再与他共事 而他想治理好不良景 却心有余 而力不足 大帅在一次酒后 曾跟我说过 他这一生 最后悔的事 便是牵连了您 害您 被贬治了不良景 这个臭小子 你们二位 在这稍等片刻 他把帅音当给了 十日的同事 这边我还是可以理解 可以啊 平时嘴挺笨的 关键时刻 还挺有嘴滑舌的 我这可是句句属实啊 但是他当这个帅音 实际也太巧妙了吧 帅音刚给玉七翁 结果自己马上被堵死 大帅就是如此交给我的 多谢前辈 这帅音真的那么值钱吗 这帅音真的那么值钱吗 哥哥就交给二位了 如何取得帅音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这图案 这图案 又奇门盾甲的器官 怎么那么眼熟啊 大帅跟玉七翁情同手足 你说答案 会不会跟渔服有关 哼 我好像 知道怎么打开他了 点击四个同轮 转动四层文案 匹配渔服 哇 花花绿绿的啊 你看这安息死的样子 干 你 啊 完 了 你 你 3顆應該是對的 應該 慘了看的眼花流亂 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是這樣吧 杜璇 我能當上不良帥 以絕功之位 行行行行 你別跟我玩虛的 還是來點實際的吧 你要是真想謝我 就把那聲尋爹 趕緊叫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本以為我會腐朽於這裡 沒想到在這窮山惡水之中 竟能長出 傲幹其枝 劍後你一定會治理好不良景 安琪定會擔經節律 絕不辜負前輩期望 他媽的如果你看得那麼準的話 一開始把帥印交出來就好了 在那邊 浪費口舌 然後第1章這5回剛剛好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第6回正式開始 第2章 霸聯訪 突擾逍遭遙地 回伏平飄搖椎 昆蓬 他前面是什麼 後面好像才是真正的主軸 那前5回 大部分就是為了爭奪那個不良帥印 因為不良帥死了嘛 為了爭奪不良帥印而起了一個爭執 除了我剛剛講的那些吐槽以外 這一個應該要往前放 然後這個往後放 這樣比較有理 然後大帥的死因我是覺得 不要讓他被那個什麼 不要讓他被那個陪葬品毒死 可能再想一些其他的藉口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關於安琪跟杜巡的關係 稍微用文字鋪陳一下 然後把一些我之前先講的一些 奇怪的小Bug 小Bug劇情 改一改 那這5張 這5回 雖然算不上是什麼 什麼很精采的劇情 但大致上邏輯也沒有什麼問題 也很順暢 那他現在這樣子 他現在這樣子 因為他們是用全影像 直接拍攝出來的 也不是動畫製作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再回頭了 拍就拍了 成本已經丟下去了 所以既然沒有辦法改的話 就忍著這些瑕疵 過完第一張吧 我是覺得第一張 他賣便宜是有原因的 真的 這個劇情 不是說很完善 那就看他後面的劇情可不可以 跑得漂亮一點 來 挽回第一張 不太好的名聲 好啦 90塊錢的劇情我們跑完了 下一次跑230塊的劇情 29%了 來看一下成就有沒有什麼可以解的 之前我都有先點開過了 這是什麼啊 人狠話不多 這成就要怎麼拿 這成就要怎麼拿 這好像是直接把那個什麼 直接把憨憨給打暈 這怎麼弄的啊 我等一下自己來摸索 這邊就不要放進那個露營裡面 得到帥印後成為不良景大帥 一個問號解除了 大帥府中有益秘寶 有益於服 為了治療不良水景 決定修水去 想跟玉七翁一起治理大理事 最後還有一個問號 在第二章才會解 玉七翁600錢收下價值220錢的玉品 還有一個問號 後面全他媽的都是問號 真的是好關欸 蛋票很有問題 反正是他們都是好同事 大概都是隨便寫一寫 就只是為了拿錢而已 然後這兩個漁服居然可以拼成一個 一塊完整的拼圖 兩人在洛陽圍觀死毫不威風 很多光幻人家的女性都強著要嫁他們 是嫁錢吧 不是嫁人吧 不然他們 那種長相可能有點難取 重點是 這個大帥跟玉七翁就已經可以做出一個會 噴毒的機關盒了 他怎麼沒有想到那個殘廚裡面也藏著毒咧 然後居然就這樣被暗殺而死 我真的是 不知道該從何吐槽而起 這就是 菜蟲吃菜然後菜下死嗎 好 好啦這邊應該沒什麼可以看的了 第五回劇情就先做到這邊 我等一下看看成就怎麼解 然後再用來看看成就 好一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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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